早前念美老巴砂搬遷到新地點經營 如今 舊勢拉秧批發巴砂也跟隨搬遷的腳步 將改建為現代化批發巴砂和集中載機廠 雖然當局斥資百萬立即設立臨時巴砂 衝作攤販接下來三年的營業場所 不過由於臨時巴砂衛生條件差 設備不足 引發攤販強烈度不滿 甚至拒絕搬遷 面對攤販的怨言 吉隆坡小販商管理部門 同意延長搬遷期限 並承諾改善設施 讓攤販有更舒適的經商環境 市拉洋批發巴砂歷史悠久 市水龍地區主要蔬菜批貨市場 不過同樣抵不過時代發展洪流 而面臨重建命運 改建成現代化 雙層巴砂及載機廠 吉隆坡市政局早前限定攤販 五月五號前搬遷 不過臨時巴砂設施不足 攤販怨生四起 當中小批發商們最大的擔憂就是 在七百多個單位 再加上每一天數千米客流量的情況下 卻只有區區的兩間廁所 另外施大洋巴砂本地攤販也長期面臨外牢搶貪苦惱 儘管當局多次掃蕩 不過搶生意情況仍然趨之不散 談反怒氣難消 高聲抗議 我們是現在要管對那個外勞 在這裏做生意 我們是管對這樣 所以工會很沒有特別 工會很坦白地把事情講出來 所以這邊的會員很多都對工會很不滿 很多很不滿意 我們工會不滿意 所以我們在主席 工會主席面存在 主席 我們是八十多四年的工會到現在 外勞在賣他們沒有一聲講出來的 負責協調的民政黨全國副主席拿都 劉華才強調 外勞不能獨自經營盪口 只能協助搬運貨物 收錢等打砸工作 當局將嚴厲執法 取締違規攤販 而吉隆坡市政局小販發展及執照組 主任伊布拉辛在聽取攤販的難處後 同意將搬遷期限延長到星期五 並承諾增建廁所 停車場和祈禱室 滿足攤販需求 八度空間 沈宇淵施拉揚報導 六年 九個月 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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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日